有网友看到这一段视频后 热泪盈眶 他说 也为他看到了人世间久违的美好一面 镜头中是一群行脚的苦行僧 一位虔诚的女居士手持着金钱 一路追逐着僧团 抑郁将她的虔诚供养给这些僧人 但僧人们没有一个接受 或许是因为这位女居士 第一次亲眼见到这样苦行的僧人 她显得异常激动 带着哭腔恳求僧人们收下她的金钱 僧人被这位女居士的前程所感动 但僧人一生不能摸金钱 他们将一张光盘赠予了女居士 以借的清静度化众生 回报众生 僧人们从辽宁出发 徒步两个多月 一路上风餐露宿 脱拨起食 每日只吃一餐 给途经的民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很多人一生中 从来都没有见过这样的景象 时不时有人钱去供养 心怀敬意 这位饭店的老板 渴望将自己手中的金钱送给僧人 僧人们坚决不收 也为僧人要坚守不捉金钱借 随后 老板又奉上一袋新鲜的水果 僧人们也是不收 也为下午不能接受食物 只能在上午过斋前接受 饭店老板又拿了一袋矿泉水 僧人们这才接受 也为在午后饮用没有味道的清水 这是符合戒律规定的 有些善心的民众特意停下车 想将金钱供养给僧团 僧人们照样不收 而是给他们送了一张光盘 在这份坚守戒律的修行和如法供养之间 双方都能获得真正的一处 就算有些民众想要以捐赠灯油钱的方式进行供养 这一善意也被僧团坚定地拒绝 僧人告诉他们 可以以别的方式来供养 但金钱是万万不能的 一个有志于解脱的比丘 必然乐于解脱金钱的苦恼 让自己成为其他比丘 以及后人学习的榜样 以自己的行为准则 为修行道路上的众生带来真正的启迪 十年前 僧团曾路过秦皇岛市大高庄村 十年后 他们再次途经这历史 他们发现当初撒下的种子 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 茁壮成长 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时刻 这个十年间 那些种子在村民们的心中扎根 激发了他们对修行和精神成长的兴趣 从当初的一片小小的希望 到现在的生机勃勃 这是一个宝贵的见证 在行脚的旅途中 僧团不会浪费时间去设想 今天在何处过寨 会有什么食物 他们明白 这种思虑只会分散注意力 让修行之路变得模糊 他们既不徘徊于过去 也不担忧于未来 只将心念集中在惊形的禅寺之中 对他们而言 此刻的每一步 每一呼吸都是独特的体验 是通向内心平静和精神成长的桥梁 其实可以让僧人放下尊严 逐渐远离追逐口舌的贪婪 这位女施主 在给僧人们施舌几个烙饼后 怀着一份虔诚 想要留下一份纪念 僧人告诉他 他们现在身上没有可以赠送的物品 等他们过斋的时候 他可以过去取一些光碟和经书 在起食的时候 僧人们抱着空的波鱼前往乞讨食物 但不能携带任何法宝 以避免造成以法换食的错误想法 同时可以纠正那些假和尚上门骗钱 所造成的不良影响 他们坚守不做任何买卖的原则 但在过斋后 他们可以将一些光盘或经书送给民众 作为结缘的方式 回报众生的供养和虔诚 僧人们过斋的地点随遇而安 大多选择在空旷寂静之处 他们将起来的食物混合后进食 在居家的人们看来 这是难以想象的滋味 但对于僧人来说 他有一种特殊的清凉味 对于素食者来说 戒掉了肉食所带来的山臭浑浊 方能吃出蔬果无骨的甘美 令口齿清分 如果进一步受持斋戒 会更觉清凉 这种清凉不仅仅是口感的变化 更是身心灵的一种净化和生化